大家好我是神鼠宮 又到了天堂W美索更新情報時間 請大家先幫我一個訂閱 看小鈴鐺就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好我們直接來看第一個更新 新增魔法娃娃 覺醒成長探險系統 探險系統 魔法娃娃覺醒 可以把持有的魔法娃娃作為覺醒材料進行覺醒 成功覺醒的時候可以依照機率隨機獲得一個咒語 獲得的咒語可以透過咒語覺醒重抽 喔還有這種東西喔 可是覺醒材料要英雄魔法娃娃覺醒輸啊 哇這個又要課金了是嗎 再來成長 登入卡片可以增加經驗值 依照經驗值可以提升等級 娃娃探險的話我記得 好像是天M有吧 是不是 可以派到各地探險 可以獲得戰利品 收集符合該地區的特性魔法娃娃 進行組隊後才可探險 然後探險商店裡面會販賣咒語 可以給魔法娃娃幫助 這個東西感覺是近期最大的更新喔 最大的新東西喔 那詳細內容再看更新公告 好接下來第二個更新是 不幸的幻象眼魔跟曬妮絲兩個子娃 再來有這個紅娃藍娃 接著第三個更新 變更神話魔法娃娃效果 喔金娃改了欸改能力欸 喔昏迷命中變成職業命中啦 再來第四個更新 血蒙跟角色世界轉移 世界轉移分成兩種一個比較新的伺服器 一個是舊的伺服器 血蒙跟角色都可以轉喔 再來第五個更新 魚恩節紀念來玩吧 羅古喧天的釣魚村 這是什麼東西 活動地先製作魚竿釣魚 釣魚獲得道具就可以跟活動NPC買各種道具 還可以確認隱藏故事喔 每天使用時間1小時入場50等以上 擊殺怪物就可以獲得魚耳跟竹竿 然後可以組合成釣竿組合 釣魚可以獲得小丑魚或金色小丑魚 或者是玻璃瓶性 金色小丑魚可以獲得的東西 喔有戒指喔 束苦戒指跟高貴的黃金戒指 還有貝莉香2 貝莉香12可以獲得這個貝莉 然後貝莉就可以跟活動商人購買各種道具 可以去換這些東西 第六個更新 魚人節紀念 幸運碰堂 怎麼碰堂又來啦 更新完只到4月5號 這個以前舉辦過了 就是在那邊挖碰堂 不一定會給你完美的啦 這就是看運氣 成功就有100萬的金幣 跟機率性的這些布啊 卷啊 名譽幣或龍之珍珠 好破掉的就只有5萬金幣 然後機率性的這些布的碎片啊 卷跟水 第七個更新 魚人節紀念不真實的人 夢幻之島全區域擊殺不真實的人 可以獲得代指 喔就獲得這個東西 第八個更新 團結黃金香 入場費用從30變成15名譽幣 到4月12打5折 再來 團結平鎮獲得量2倍 團結成長果汁製作數量 從10個變成15個每週 然後活動怪物現身 打贏有這個團結黃金香 黃金香有確定名譽幣跟討伐平鎮 還有這些機率性的東西 第九個更新 精靈松木魔杖 松木魔杖又來啦 千道就有機會獲得 然後藍紅香 各有這些東西 這感覺就是要常住多半的東西 前陣子好像沒啥看到 再來擊殺手靈 可以掉這些箱子 有這個確定的平鎮 然後名譽幣跟這個箱子是機率性的 擊殺松木魔杖活動 召喚的手靈怪物 可以獲得精靈箱 這個召喚的墮落 精靈巨人會掉這個精靈箱啦 那有確定的是這個碎片 護身符碎片箱 還有名譽幣 然後其他是隨機 第十四個更新 血蒙加倍 回護完到4月12號 血蒙團戰 獎勵加倍 喔這些箱子全部都加倍喔 還有討伐平鎮也加倍 討伐平鎮要趁這時候多存一連 然後金幣捐獻 5折 捐獻次數3次變成5次 貢獻度2倍 再來第十一個更新 千道活動 然後維修完開始有牽到 最後有裂痕耳環可以拿 第十二個更新 又是勇士秘籍啦 又是拿材料去篩收藏品 篩一個可以傷害減免1 3個減免1跟 MP恢復1 5個傷減1 MP1跟藥水2 10個傷減1 再加MP恢復1 再來新的週禮包 我們看一下一樣 什麼都沒有變 只改了這個證書 然後黃金通行證全買滿 有高級的證書 再來 還有這個魔法娃娃卡片箱 可以抽這個最上級的2張 機率提高5張 一般的10張 還有交換證書 全買可以換這個英雄的交換證書 那應該就是保底紅娃 再來就是各種各樣的禮包 大家如果需要再做暫停去看 但是現在應該是比較少人 會去買這些有的沒的啦 課長可能還會課一課 那... 唉唷 還有500日紀念組合包3 賣到4月5號 最上級的變身11次5張 傳說咒語製作證書 特別強化交換證書 魔石500 紅利800 這個一樣 還有在拚的 大家可以去拚一下啦 就拚子記 然後特別飾品強化卷軸 就是成功時就加1 失敗 只有卷軸會加1 然後防暴升階 特別強化交換證書 全買8個 你可以去換這個特別飾品強化卷軸 也就是這個防暴升一階的 那只有一個你就可以去換住房或者是紅武房卷 再來全新的製作列表 娃娃卡片箱 娃娃抽卡券 跟娃娃覺醒 書碎片 這個新東西 要用娃娃覺醒 可能就要去做這個了 好啦 更新就到此為止啦 這次東西很多 但是通常都是復刻的活動啦 以前那些有的沒有的活動一次推給你 那新的就是這個釣魚 好可以去釣釣魚 新的地間 再來 做世界轉移 再來就是新的這個娃娃系統啦 覺醒啊 成長跟探險 那坦白跟大家說 我最近真的沒什麼玩 最近有一些影片要做 有一些工作要弄 再加上真的對天堂比較沒有熱情的 所以這更新公告我還是會繼續出 出天堂W到底在幹嘛 到底有沒有新出一些新東西 還有在玩的也可以看我的影片 沒有玩的也可以跟我一起看看 天堂現在到底改成什麼樣子 新出了什麼東西 那有什麼新手有 我也會更新給大家 雖然真的很不想退坑 我這錢都變成天堂的形狀了 但是現在在玩下去 真的也沒有好玩的感覺了 所以只能繼續看看天堂有什麼新東西吧 好啦感謝大家這一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